你有多深的神学尽量 你才有多有能力的步道信息 马丁路德讲一句话很感动我 当我被上帝 那个圣洁的愤怒燃烧的时候 我做的工作那个时候是最好的 神的愤怒 神的生活燃烧你的时候 你疯狂的为这样的工作 而你的疯狂是有真理的基础 有智慧的谋留 有神的灵与你同在 那你是所向无敌的 今天我在找发疯的人在哪里 今天我在找有修恩 又肯发疯的人在哪里 你一定要肯为主发疯 预备自己奉献被上帝使用 神可能从你们中间 兴起第二批 第三批 在神过度里面 大大被上帝使用的人 我们对主认识多少 我们对人的爱多少 我们对真理的了解多少 我们对别人设上的灵魂的关怀多少 当你看见一个人离开上帝 离开上帝走到地去的时候 你武动于衷 你还是基督徒吗 第一个父神 上帝的父神 我能拆见谁 谁给你为我们去 这是上帝 在伊撒亚书第六章的父神 第二个父神 圣子的父神 庄家输了 有谁肯起收割呢 第三个父神 圣灵的父神 圣灵说 还愿你都来取水 第四个父神 使徒的父神 使徒们要大家去传道 我都不传福音 我就有祸了 第五个父神 第一的父神 第一盼望有人传福音 基督徒啊如果你不传福音 你的爱心 连财主下地的人的爱心都不如 我如果不传福音 我比灭亡的人 还更没有爱灵魂的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奉主的名对你说 你要真正了解上帝的真理 要真正爱灵魂的心 两样配合起来 在布道神秀上下古风 真正了解 上帝的福音的原理 福音的内容 就加上你爱灵魂 火热 传福音的心智配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有学问 有肯发疯的人 来背上帝使用 你愿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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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